有用耶 我本來聲音是沙啞的耶 你怎麼也很好吃 呼呼呼 你這樣 夠發音… 呼呼呼 跟裝飾一樣聊亮 海豚音 我一個演員的女性友人 就是這樣啊 野外 實在是沒辦法 憋不住了 那個雨傘就遮著 然後就尿 陰道發言 後來去公廟你知道嗎 那個法師一看 真的卡到陰 冤魂附手在他那邊 後來怎麼治好的 怎麼治好的 那個師傅拿那個鈴鐺 叫他雙腿張開 在那個蚵仔給他 好了 你怎麼笑得跟火雞一樣 好了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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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沒事的都很有事 說有事的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哈囉 你有事嗎 這樣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什麼意思 專業吧 專業的漂亮的護理人員 先生 哪裡不舒服 趕快檢查 趕快檢查 我幫你看一下 真的肥大 我這個是那個 你是怎樣 華陀是不是 對啊 大夫 所以今天就是要那個 我們有兩派 這個藝人 他們有一派 他們覺得就是要看醫生 對了嘛 生命就是看醫生 所以我們這一派是看醫生 另外一派覺得說 是要三分讀 百分之九十的病 自己會好 好耶 好吧 那介紹我們的來賓囉 來 這邊是醫生派的 歡迎 大吻 歡迎 來 愛看醫生的 自然就會好的 來 真的嗎 李欣 阿諾 黑大叔的老婆 Eva 好可憐 黑大叔的老婆 對…必須要這樣介紹一下 好 來 問全部 選擇生病馬上看醫生 或者是自然好 最大的關鍵是什麼呢 來 小病真的要趕快去看醫生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 憑尿 就想說 免疫系統自己會好 結果我直接去掛急診 然後他就說 我直接腎發炎 我當天我就直接住院 住了濕濟店 生病呢 我覺得是 一定要去看醫生 因為看醫生 其實還是學到很多知識 像是最近 小朋友學校去會有什麼 很多 梅漿菌啊 這個病毒啊 那個病毒啊 你就可以從看醫生之中 知道說 哪一些症狀是哪一種病 那我們才能對症下癌 小病當然是讓他自己好啊 因為身體是有治癒能力的 所以小病啊 你就是 躺在家裡睡 你看我以前發燒 也都不會去看醫生 就是躺在家裡睡就對了 多喝一些檸檬水啊 就會好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 外國人呢 比押症的身體 比較長壯呢 因為外國人呢 也不喜歡吃藥 醫院比較遠吧 不方便吧 但是呢 亞洲人呢 如果生病的話 他們是 立馬去看醫生 吃很多藥 弄到身體呢 有抗藥性 大病的時候呢 一個月也好不起來 所以呢 我如果小病的話呢 我就多喝點水 早點睡覺 要身體慢慢的好起來 好 公說公和理 婆說婆有理 那都非常有道理 來 我們來聽聽 藝人朋友的看法 來 重音 好 原因是不想浪費時間 我跟你講我不只是不想浪費時間 而是 所以呢 你只要生病了 一定就趕快看醫生 趕快把它治好 我前陣子有遇過一個狀況 就是 因為可能壓力大熬夜 然後呢 就不小心痔瘡就出來 美少女也會痔瘡 不要這樣子 這是人體正常的好不好 OK 沒有菊花對不對 然後菊花總是會開的時候啊 然後所以那時候 我就會覺得 不舒服 然後上廁所的時候有血 我就嚇到 我想說有血是怎樣 可是我沒有 我沒有時間再去安排整個檢查了 我說趕快看醫生 我就告訴醫生說 我現在狀況怎麼樣 然後醫生就說 好啊 那如果你現在最重要 就趕快幫你止血嘛 我告訴你 我就是 多加錢自費 然後就買了這個藥 我告訴你 我這個帶回去 我才吃一包 好了 這就好了 對 一包就好了 所以說我真的覺得 你剩下的給我 阿公我們一人發一包啦 因為發一包就夠了 藥好像不能用那個的對不對 還是要看每一個人的狀況 是啦 是啦 所以我還是覺得要看醫生 然後像比如說我 我前陣子有過 因為我這邊 就是那個叫什麼 然後壓破到神經 然後醫生給我的最好的建議就是 做復健 可是因為我在拍戲 我的復健 我沒有辦法一直做復健啊 那我只好就是 每天上班之前就到診所去 然後就打高濃度的葡萄糖胺 它也不是什麼藥 然後可是你打了之後 你真的就不會痠痛 我就可以立馬 我就可以立馬去上班 真的我就可以去 立馬去錄影 你可以撐一整天 否則那個壓破到神經 我告訴你 布局 你看我幹嘛 你又那麼看馬克 你看我幹嘛 你剛剛有鬆事的問題 所以先看你 你有看完我再看你是不是 對啊 結果布局 我跟你講我就是 連拿一個杯子 或是握一個筆 都沒有辦法 所以那時候就有打 高濃度葡萄糖胺 然後再打一針就好了 對 其實一針就好了 所以真的我很建議就是 你有任何狀況去看醫生 真的不要浪費時間 你快要說服我的 真不曉得你現在怎麼反駁你 身體如果生病了 就要給身體時間 怎麼是浪費時間呢 是不是 我們一輩子這麼長時間 你要學會怎麼 跟自己的身體對話 對啊 你怎麼說 你要怎麼跟身體對話 你就趕快去讓醫生告訴你說 你要怎麼去跟他對話 你就趕快好了 那我還多包藥 吃一包就好了 代表後面一包那些都浪費了 其實不太需要那麼多 就比如說我們家老爺 活生生的 發生在前幾天 我們家的例子 他去止牙 然後牙醫就給他開了 一顆那個止痛藥 就那種普拿藤的止痛藥 然後正常這樣吃 是不是就夠了 他不 我就回家哀哀叫 他說醫生怎麼 只開了一顆止痛藥給他 他說你去樓下要 馬上去給我開止痛藥 好 那個藥師給他開了這一包 這樣的一包 五六顆藥 我就好奇問他 我說不是只是止疼嗎 為什麼要吃這麼多顆藥 然後醫生說 那裡面有鳳梨酵素 有醫生菌 有胃藥 就垃圾巴糟一堆 你知道嗎 十全大不完 其實真正止疼的 真的只有那一顆 然後但是我把這個藥包 拿回去給我們家的老爺 一看我老爺 滿意了 夠多 夠多 這一定有效 然後吃了之後 馬上不叫了 對 就是這個味 舒服了 對 就是這一味 不痛了 一把吃對不對 飽了 對啊 不痛了 我覺得大部分都心裡做 對 是心裡有 所以事實上還是要看醫生 醫生告訴你要吃什麼 你就不痛了 而且有時候你只是壓下去 然後你忙完 你可能就會更嚴重 而且你知道嗎 不是有一句老話說什麼 西藥就是三分 就是 所以我還是就是非常就是傳統 相信老人家的智慧 你認為自然會好的原因是 我相信老祖宗的智慧 因為你知道嗎 我家就有一個貼在牆壁上 大概有四十年的平方 可是就是我們只要 凡是有類似上面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照著喝好像都滿有用 是喔 就是因為我哥哥他就是 小時候他就很容易咳嗽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杏仁粉 光光杏仁粉 它就有好多種喝法 像如果說你咳嗽 冷咳有痰 你可以怎麼喝 蛋黃一顆蛋白不要 然後將它把蛋黃打散 這裡就是有教你怎麼做 然後一大匙杏仁粉 這樣子沖熱可以喝 這個貼在你們家 貼在我們家的冰箱 真的感覺好像貼了很久的樣子 這真的貼了很久 而且剛剛你們說那個痔瘡 便祕什麼 上面也有 你們家的祕方 我們家的小祕方 你看而且這樣就不用吃西藥 也不會有抗藥性 拿來喝一下… 來 說杏仁 杏仁就來了 杏仁就好看 我們來喝一下 阿諾家裡面祖傳 你這個是有點有痰 咳嗽 咳嗽的 對… 我怕杏仁味 你怕杏仁味嗎 可是你知道嗎 那就不要喝 我這裡頭還有一些 比如說現在很多人鼻子會過敏 他也有鼻子過敏的喝法 然後也有養顏美容的喝法 我們小時候喝小朋友 其實不會排斥 有用耶 我本來聲音是沙啞的 真的挺好伏 咕咕 你這樣… 你這樣… 咕咕咕咕 咕咕咕 跟裝飾一樣嘹亮 你多喝一點 因為像有些鼻子 如果過敏的話 你可以加濃鹽 很可憐 真的有… 海豚音 有麻煩 咕咕咕咕 咕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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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張的海豚音 真的… 真的… 可以清肺熱口 增加體力 她說喝了也會增加體力 你真的可以跑 你覺得海豚蛋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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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你真的喝不夠 我沒喝 我還沒喝 但我也有我的自然療法 大家現在面前有橘子吧 那是我熱過的橘子 就是你知道 我媽曾經跟我講說 你咳嗽咳得很嚴重的時候 你橘子裡面加那個鹽巴 挖一個洞加鹽巴之後 然後蒸 去蒸來吃 它就可以止咳了 這個怎麼吃 直接這樣吃嗎 沒有… 不行… 可以把它剝開來 然後濕肉就好了 濕肉就好了 可是皮不是… 人家說 不是橘子是很涼的嗎 可是很奇怪 反而它蒸完之後加鹽巴 它就可以止到好鹹 它放在電鍋裡面 對…放在電鍋裡面 烤也可以 因為我們家也會 它就會是鹹鹹甜甜酸酸的 我跟你講還有另外一個 苦苦的 你這樣子蒸的是軟軟濕濕的 可是我們家是烤箱烤完 烤也可以嗎 烤的只要加熱過 它就會變熱的 OK 它吃起來很像一個 很像那個鹹陰王 還是什麼 鹹陰王吧 對… 我一直在想不透 很鹹製的 好快的味道 可是它真的很對 鹹陰王 就是在做 動鳴港式的那種 什麼鹹陰雞 是鹹陰王褲的 因為我有鼻豆鹽 所以我很常就是 會燉這個藥材喝 鼻豆鹽 它這個是那個粉光森 它是人生的一種 但是我會把它燉 比如說燉一隻雞 然後平常就是當飯後的 的那個湯品 喝完這個之後就是 我好幾年了 就是鼻豆鹽一直都沒有 然後就是在發作過 所以就是我覺得 有些中藥材 其實是不錯的 是加了什麼 你告訴我 枣子還有什麼 這個是… 乾草嗎 這個是那個粉光森 它這一堆可能 這一堆可能 就要好幾百塊這樣 對 然後就是紅棗 枸杞這樣 枸杞 那這大片是什麼 華陀應該講個話吧 華陀 或是對中醫 400藥嗎 還是什麼的 華陀這裡有什麼 你講一下 華陀對那點藥不熟 想說 想說 我要受風 對 可以啦 其實 可以啦 這種中藥噸一噸 也是自白病 對 真的 對啊 其實中藥也是可以溫補的 是 OK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給我們更多意見 想要看更多精彩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